乘车吃东西要付出9万的代价 今年一名男主一支手乘车 另外一支手拿到事物哪乘哪吃 好民众却来减计 净方开担处地了 男主是不合上手 但是也让台中更定行政法以博会 总案确定不得再上手 比方1万2千块 日前一名男主因为哪乘车 哪吃东西让民众减计 受到净方开担处地 受到判断后 男主不合上手 另外用一支手乘车的时候 虽然手拿到事物 但行车的机缘都小心加速 注意来车 并没有危险加速 但是法官也是没法度接受 这个情况大概就是发生在 我们入港镇的一个危险价值的行为 那我想如果以单车长时间 骑机车的一个行为来讲 那在法院的认知 法官的认知来讲 认为是已经会造成 这个公众的一个通行的一个提高 这个风险 所以才来维持 这个原来的一个判决 那我想这种行为来讲 不仅仅容易 这个以本案来讲 是由后方的交车 以及行车记录器 来给予检击 那我想这种 也呼吁我们的驾驶人 不要有这种危险驾车的行为 除了警察会取缔以外 那也容易遭其他民众来做搜证 来这个做检击 然后我们警方也会 如果查证属实来讲 就会依据这个检击的一个内容 来敬意开单 为了探计时也方便 哪行车哪吃东西 让男主付出十万的代价 因此也提起民众爱洗你 票便为何 新中华新闻创中亲 都跟蔡芳博德